网络大厂停产稳平宽负载平衡器 有什么取代方案? 企业对网继网络平宽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许多网络大厂慢慢停产稳平宽负载平衡器 因此很多公司采用防火墙来做稳平宽负载平衡 但是没有专业的稳平宽负载平衡器稳定及多样化功能 Tablink是专业的稳平宽负载平衡器厂家 将会是企业的稳平宽负载平衡最佳替代方案 Tablink Outbound Policy提供高达8种不同的演算法 1.权重比例 比如按照分配的80%、50%、31% 依序排出分流线路的优先顺序 2.强制连线 可以指定路由强制走哪条问或VPN 3.路由锁定 让Session传递与接收 都是透过同一条问线路 避免风包错误 4.流量侦测 最大优先的线路频宽吃到80% 下一个Session会自动转向第二优先的线路上传递 避免塞车 5.优先权 依照优先顺序进行风包传递 当最优先的线路断线 Session会自动由第二优先线路进行传递 6.最少使用的线路 Session会自动选择较少人使用的线路进行传递 7.最低延迟 Session会选择线路latency最低的进行传递 8.最快回复讯号的线路 Session会依照线路回应时间最快的进行传递 线路回应较慢的会变位备圆 Taplet WAN 负载平衡器是取代这些停产的 纹平宽负载平衡器设备的最佳选择 谢谢收看 想收到我们第一手消息吗 赶快到FB追踪我们的粉丝专页 也可以到LINE找到客服小编掐询哦